自從交通部推出到家庭辦的1968月破領後 國庭政府的批評不斷 像這個新的市動物圈這個政府也是老政 半明12點多 近年也顯示人群稍微看有比較多 讓人多要面試 交通部長林家良說要有精進的空間 會要求相關的單位在五月年價進場 一定要完成改善 日問的景點 東方市場或是夜市場看手機的app就是前夜 就一個景點 人很多 國庭公路1968結合人條經濟系統 聽起來很方便 要不擁開發言說有不少的觀點 市佔率大概是四成左右 那其他的電信業者會不會納入呢 國庭公路1968結合人條的經濟系統 是利用中華電信的大速記 以1808年11月到1809年1月份的人所 訂出一個標準的法報三種項目 陳頂表示正常 黃頂人有比較多 黃頂代表超過這個標準的1點5倍 可以說是人客人 不過系統跟真實的進行不符合 也一直比這期 主要是因為他用這個標準的 到底是他平常時 還是他加熱尾準 也沒有考慮到每一個景點的面積和性質量 最重要的是中華電信基地台所量 跟分布的問題也有關心 交通部要求有關的單位 除了這人條經濟的快速要在 五月切日連家情要改善 給民眾真實用的資訊